台湾大头条 我们首先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最近很多的话题都来自维基解密 而AIT的理事主席博瑞光也证实 维基解密都是真的 来看还有哪些最新的维基解密内容 现在呢又有AIT的电文 在维基解密的网站曝光 是2008年 那个时候马总统刚刚上任 美国关于他缺乏担当 还有无能的相关 请搜资料 总统到处跑行程拼连任 才刚被维基解密曝光 对党内大佬的不满 现在2008年首次当选时 美国对他所做的勤搜又被曝光 美国在台协会AIT 2008年7月的电文 陈述批评者认为 马英九不但犹豫不决 缺乏领导力 遇到争议就谢责 让部署出来扛 律委直呼AIT观察太精准 当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出专门 从SARS的事件 从台风淹水的事情 你都可以看出 马英九其实是一个决断力不足 危机能力处理不足的一个领导人 同时AIT电文里也摘录了 马英九除了无能缺乏担当 遇到政治压力就见风转舵 在台北市长任内的SARS处理一团糟 所有的好形象 都是媒体擦脂抹粉过度美化 马总统担任总统 只是媒体说得出来 为什么国政两岸可以被肯定 为什么他可以竞选连任 而且现在的省事 还是始终排来第一位 所以当然不是只有媒体说得出来 蓝英立委护主心切 但日前IT理事主席博瑞光 才亲口证实 危机解密都是真的 这份电文的内容 恐怕也很难假得了 三立新闻综合报道